甄嬛传三位一男平 No.1 沈梅庄 要说剧中谁的死让我哭得稀里哗啦 那必然得是梅姐姐呀 进行之后由于甄嬛选择必宠 梅姐姐就成了第一位事情的新人 不过梅姐姐本身的魅力在那儿了 所以即便后来甄嬛得宠 她也没有被冷落过 只是好景不长 梅姐姐被华飞安排了一套驾驭服务 四大爷直接叫了梅姐姐的味粉 把她禁足了起来 这期间梅姐姐曾经两次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失忆好了之后 也彻底对四大爷凉了心 转而暗恋起治好她病的温石初 最后把太后赐给她和四大爷的暖情酒 给温石初喝了下去 梅姐姐呢也成功揣娃 本来在成功骗过四大爷之后 梅姐姐就可以步入生娃养娃阶段 但就在这个时候 瓜六告发甄嬛和温石初有点什么关系 安小鸟故意派人把这消息告诉了梅姐姐 她来遗秀宫里之后 恰好听到温石初自攻的消息 当时受了惊吓就要生产 后来梅姐姐虽然生下了金河 可她自己呢也血崩而亡 从此之后 那个温柔笑着的梅姐姐 再也不能做藕粉桂花糖糕了 如果梅姐姐没有去世 估计会在宫里平安活到老 和已经成为太后的甄嬛 坐在一起绣花下棋 现在想想还是很悲伤呀 但又有点咬牙切齿 啊你个安小鸟 凭什么设计我们梅姐姐 No.2 刘珠 虽然她只是一个小丫鬟 但刘珠小天使实在是太一难平了呀 我根本忍不住啊 所以我刘珠小天使必须要拥有姓名 她自小就跟着甄嬛对主子忠心耿耿 可是幻璧和刘珠的配置 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幻璧的衣服那么华丽 刘珠的就普普通通 她自己不仅毫无怨言 甚至幻璧说话不好听那会儿 她还会帮忙说好话 这么好的一个人 最后为了给甄嬛请太一 自己撞在了侍卫的刀上 如此的确为甄嬛请来了太一 可刘珠再也不能睁开眼睛了 她清脆的笑声也只能成为回忆 溜出下线的时候是谁哭了我不说 No.3 拽费 夜兰一舍得一身寡肝把皇帝拉下马 明明已经搞死了四大爷 自己也活到了最后 但就在最后关头她自尽了 因为拽费夜兰一一直暗恋果子林 还是她的私生犯 这人甚至连人家果子林 从不识人的手串都知道长什么样 她一直讨厌四大爷 也不喜欢宫里的生活 不过夜兰一虽然拽 可她不是什么坏人 虽然动过要杀甄嬛的心思 后来为了不让果子林伤心 夜兰一不仅没有动甄嬛 甚至是低血验心时还帮忙找证人 或许从夜兰一被果子林救了之后 就一直在为她而活吧 毕竟刚进宫那会儿 夜兰一就找不到了活着的意义 是在果子林的圈说下 才好好活了下去 所以在四大爷去世 夜兰一为心上人报仇之后 她似乎就真的没有了再活下去的意义 这才用那把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这也太可惜了点 她明明可以好好活着的 这几位一难评是真的让人很难受 可在宫里生活这么难 结局不好的也并不止这几位 甄嬛转这15位的结局 竟然都这么惨 No.4夏冬春 四季妹妹可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她选秀的时候就欺负安玲荣 但是被硬气的甄嬛大发走了 后来因为名字有趣 被四大爷选进了宫里 但是在那个时候 夏冬春就引起了华妃良良的注意 分宿舍的时候 又碰上了家世韩威的安玲荣 她每天欺负安玲荣就算了 给宜秀请安那天 甚至直接找上了甄嬛他们三个人 这么一闹腾华妃直接走过来 给了个一张红 之后夏冬春人是活着 但是腿废掉了 也被挪去了冷宫 想必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No.5 鱼嬛儿 那年冬天 鱼嬛儿靠茂名顶替 成为紫禁城新晋顶流 但不是自己的东西 终究还是留不住 很快甄嬛开始得宠 鱼嬛儿则因为得罪了她 而被降位分 那眼高手低很有野心的鱼嬛儿 自然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分 于是就在华妃那帮人的指示下 通过花碎给甄嬛下药 这事被甄嬛抓了个现行 连带四大爷也发了好大的活 最后甄嬛告诉四大爷 自己才是内玩以没原理的人 这下子四大爷不用在手下留情 直接刺死了鱼嬛儿 最后被扔到乱葬岗 下场凄惨 No.6 丽品 据说是一位长相貌美 经常被四大爷翻牌子的人 因为总说太监是没根的东西 而被观众戏称为根品 他是华妃的小狗腿 但没起什么关键性作用 注意是曹琪莫出 执行是华妃安排 他最多也就是在旁边 帮忙准备些东西 在鱼嬛儿下药事件时 就是准备好药的那个人 最后被小影子装鬼时下风 在冷宫里度过了后半生 No.7 纯尔 一只天真烂漫的纯尔 同甄嬛情同姐妹 他也因为单纯活泼 所以很瘦四大爷喜爱 但是他受宠了之后 华妃一直看他不顺眼 这天去放风筝的时候 风筝现断了 串儿去捡风筝 却刚好碰见华妃 正在收受贿赂 保监官员 他趴在一边偷听 被一边的曹琪莫看到 曹琪莫扔了块石头 引起华妃注意 串儿就这样被发现了 最后串儿一路逃跑 但还是被周宁海 摁在水里窒息而亡 No.8 复查贵人 其实前妻的复查贵人很理智 夏洞春很多次找他叙叙叨叨 他都爱他不理的样子 但是自从他有了孩子 就变得有点蠢 先是用孩子一直作妖 说肚子不舒服 叫四大爷过来陪他 孩子没了之后 又开始针对甄嬛 两次在长街上给甄嬛难堪 还怂恿齐妃也对付他 但他这个人色力内然 被甄嬛一个人质的故事 下风了 No.9 华妃 甄嬛这群小赛鸡 刚进宫的时候 华妃可是后宫骄纵的宠妃 他哥哥年庚瑶在前朝 也非常的跋扈 四大爷一直看他们家不顺言 于是就各种搜集证据 扳倒了年家 华妃也紧接着 被狗腿子曹琪末告发 这位分直接降成了答应 不服气的华妃呢 想放火甄嬛 却因为放火烧碎一轩 直接被遗袖刺死 最后甄嬛到冷宫告诉他 四大爷对他早有防范 华妃悲痛之下 还一头撞在墙上 就这么去了 不过他的小狗腿 最后结局也很惨 这环传里的娘娘们 最后都是啥下场 No.10 曹琪末 他前期呢 一直是华妃身边的狗头军士 也因为有个女儿 不至于被四大爷忘记 他想也不想选择和甄嬛合作 结果因为揭发华妃干的坏事 而被四大爷谨升为香品 但也因为甄嬛的怂恿 一再向四大爷提议杀死华妃 四大爷和太后 看他这人如此的狠辣 不能处啊 所以偷偷让他身边的丫鬟给他下药 野心很大的曹琪末 就这么舍在了心腹手中 犹如他对华妃那样 No.11 提匪 切尔哈在选剧 也是数一数二的小蠢蛋 别人一拱活 他就玩实名制下毒 先是在怡秀的暗示 以及暗玲珑的科普下 给甄嬛送去了夹料粒子糕 不过由于甄嬛没有告诉四大爷 切尔哈捡回一条命 只是没有了儿子的抚养权 后来又被怡秀暗示 却给叶兰依送了段子绝孙红枣汤 这次四大爷第一时间知道这事 所以齐妃只有死路一条 No.11 奇品 如果说切尔哈是倒数第二层 那奇品瓜柳绝对是蠢到没边啊 怡秀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让他为自己工作 他最卓越的战绩 连着几个月告状 终于告到了甄嬛道 不过最后第一血验轻时 一个人背下黑锅 直接被打入冷宫 最后瓜尔加士一族受到处罚 瓜六从冷宫跑出来 跪在养心店前 却被侍卫乱棍打死 扔去乱葬岗 No.13 安宁如 安小鸟从选秀的时候 就是甄嬛身边的人 可入宫之后一秀挑玻璃剑 安小鸟逐渐和甄嬛离心 最后选择了背叛 他在树痕礁里放了射箱 这是甄嬛第一胎小铲 纯元故意事件之后 又让人往甄嬛道的牢里放老鼠 让他感染实意 不过在甄嬛回宫之后 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 最后被甄嬛算计小铲 又爆出他之前干的坏事 在安小鸟失事之后 自己找甄嬛要了有毒的苦行人 自己为自己做了一次主啊 No.14 鹰贵人 他本来是果子里王府中的丫鬟 为了转移四大爷的注意力 别老盯着预饶 所以甄嬛才想着找一个新人入宫 幻逼挑选了自容出色的他 四大爷也非常中意 但是他在御花园赏花时 被大孝子三代一眼相中 这个孩子可真是遗传了他老妈的蠢啊 不仅清天白日的表白 甚至还敢写情书 被警飞抓到后 四大爷选择宝儿子 无辜的鹰贵人 就这么被刺了白铃啊 No.15 遗修 遗修这人伪善又会装 甄嬛在出宫之前 才终于看清了遗修的真面目 所以回宫之后就一直对付他 最后终于用自己的孩子 成功陷害到了遗修 后来遗修身边的简秋不服气 石明智下了个毒 却搞死了孟静贤 这次简秋和江富海被带走 他干的坏事啊 也根本保不住 四大爷听到他害了纯元 当时就想废了他 可惜太后留下旨意 不让废后 遗修呢也就活到了红礼七位后 但他得知自己不能当太后之后 直接心计而亡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宝宝们下期想看啥呢 记得在评论区翻牌子哦